嗨,我是魏然,欢迎你跟我一起学习《为孩子立界线》这本书 大家好,在第七章中我们学习了尊重率 孩子要学习的是地球不围着他转 他们需要从五个方面学习尊重 我们也谈到了一个人受到过尊重就比较容易学会尊重别人 所以在尊重的问题上,父母的榜样就显得尤其重要 今天我们来学第五个律,动机律 我们可能会问,我们学习界线怎么谈到动机去了 立界线处理的不是孩子的行为吗 是啊,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 我们先来听听这一章的开头,作者听到的两位父亲之间的对话 第一位父亲说,我觉得最近我儿子做事情的态度很有问题 我叫他去扔垃圾或者做作业 他是会去做的,但是显然很不情愿 啰里啰嗦的话很多 我觉得他做事情的动机不对 第二个父亲说,我很想借你一个肩膀让你哭一下 但是你可能得去找别人,因为我儿子连个垃圾桶在哪都不知道 这两位父亲,一个是在谈儿子行为上顺从 但态度和动机不对的问题 另一个是连行为都还没有,根本还谈不上态度和动机 所以对第二个父亲来说,有行为就不错了 还苛求什么动机啊 我们生活中更常见的是 父母要孩子做事情就要跟孩子斗智斗勇 有时候我们能使孩子按我们的心意做事情 这或许是因为我们在孩子面前有一定的威信 或许是因为我们在跟孩子的争辩当中能略胜一筹 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在他们面前挥舞大棒 说不听话要管教了 但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耗尽了心力 所以只要孩子听话照做了,我们就觉得完事了 如果孩子不听话,不照我们所说的去做 那么我们就需要做一下扑火队员 哪儿着火就先处理哪儿 不管用什么方法,先把火扑灭了再说 在这样一种处境下,我们不崩溃就已经不错了 孩子如果做事情还比较负责任 我们就更是该心满意足了,对吗? 还要孩子的动机也好 那你也真的是要的太多了 根据作者的观点 这里存在着两个问题 一个是只看行为,不看动机 我相信很多人都觉得行为好就够了 有行为至少我们做父母的心里就舒服了 动机是最管不了的东西 有一些人可能要求高一点 觉得动机也重要 所以会觉得在孩子的行为得到了处理的情况下 如果还有余力,就再来看看动机吧 其实动机很重要 是使人有某种行为的驱动力 动机是因,行为是果 这里存在的第二个问题是 为了让孩子做我们想让他们做的事情 我们用尽各种方法 好的坏的都用 然而,用不正确的方法 让孩子按我们的心意行事 对孩子的成长和成熟是非常不好的 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同样是整理房间 有的孩子去做是因为妈妈的界限在那里 周五之前不整理 周末就得整理 不能出去玩 由于不想承受这个后果 他就去做了 这样的界限有助于青春期之前的孩子做选择 并且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任 但是到了青春期 我们再这样要求孩子 他不一定会听了 另一方面 我们在上一课也讲到 孩子越大 我们越要尊重孩子跟我们的不同 不应该再像要求小小孩那样去要求他了 他需要有其他的理由来保持房间整洁 比如早恋 开个玩笑 但是如果你的孩子从来不爱整理房间 最近突然经常整理 那你要留意一下是不是有情况咯 再比如 孩子做作业不专心 一会儿起来上个厕所 一会儿起来倒杯水 你看不过去了 就在他身后不停地提醒 唠叨批评 你这样做 孩子可能会收敛一点 但用书上的话说 你打赢了小战役 却会输了大战役 因为孩子好好做作业的动机在于让你闭嘴 让你别待在他身后监视他 不停地唠叨 他的动机不是要拿好成绩 想一想 哪一天你不在家里看着他做作业 他会怎么做呢 说不定开个电视 拿个手机 最后做作业都没心思了 在父母监视下才有好行为的孩子 在你看不到的地方有可能会闯祸的 有些父母等到警察找上门了 才真正认识自己的孩子 他在外面坐着家里从来不允许他做的事情 所以一个一直被父母管着的孩子 你不能对他太放心 如果你比较长时间不在他的视线之内 他就有可能做出你意想不到的事情来 作者讲到了一个例子 他的朋友 一对基督徒父母 送自己的女儿上基督教大学 大学一年级 也就是刚离开家不久呗 女儿就怀孕了 为什么要特别指明是基督徒 上的是基督教大学呢 因为基督教认为 在婚姻之外的任何性行为 都是干犯上帝的 这对父母之所以愿意花几倍的学费 让孩子上基督教大学 是因为他们希望女儿离开自己的视线之后 有学校继续监督着他 你可以想象这对父母 听到这样的消息会有多崩溃吗 这个女孩虽然到了上大学的年龄 心智却不成熟 他的父母对他的约束 对他外在的要求 从来没有真正成为他的品格 他虽然已经上大学了 但是他的心智还是个小孩子 所以一离开父母的视线 他就觉得放飞了 自由了 他不知道怎么去使用和享受真正的自由 所以我们做父母的 不要幻想通过管束外在的行为 使孩子成熟起来 有信仰的朋友 也不要指望用信仰做孩子的紧箍咒 这些如果对孩子来说都是外面的压力 没有被内化成他的品格 那么他的行为今天再怎么合乎你的要求 都不能保证他不做出点什么 让你吓一跳 前面我们讲了第一个问题 只看行为不看动机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 就是用尽各种方法 包括不正确的方法 使孩子按我们的心意行事 其实这样对孩子的成长和成熟并没有好处 如果我们觉得对自己的孩子束手无策 可能就会在自己心力憔悴或者绝望的状态下 用各种手段来控制孩子 手段这个词虽然不好听 但是能够体现出家长不达目的 事不罢休的决心 英文版中的Crazy Strategies 被翻译成了愚蠢的策略 我非常不喜欢 作为父母 我觉得被冒犯了 如果你有同感 你知道这不是原作者的用词就好了 Anyway 这些手段包括不断的指责 让孩子有罪恶感 用妈妈不爱你了 或者爸爸不爱你了 来威胁孩子 再不然就是冷战 让孩子感到压力或者疏离 这些手段都不会有长久的好结果 我们回想一下自己小时候 如果我们不听父母话的时候 我们的父母不搭理我们 我们是怎么样的一种感受 他们可能跟别人都谈笑风生 一看到我们就把脸拉得老长 今天很多人自己都做了父母 但是想起自己童年时的经历 还是久久不能释怀 有些人甚至终身都有后遗症 这个后遗症就是逆来顺受 当他的丈夫稍不顺心就大打出手 或者他的妻子经常玩 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时候 当他的上司不顾他的自尊 当众批评他的时候 当他的朋友开过分的玩笑的时候 他们只会忍气吞声 他们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呢 只要我的配偶状态稳定一点就好了 只要我的上司 我的朋友开心一点就好了 何必去挑事呢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这有没有让你联想起 我们前面讲的那个率 责任率 我们在那部分的最后讲到了 不要让孩子承担 他不应该承担的责任 有网友还评论说 这一点很重要 经常被忽视 所以我们爱孩子 就不要用我们错误的动机 去训练孩子成为那样的人 这有利于孩子为自己立界线 来保护自己 可见动机对帮助孩子 学习界线是很重要的 那么我们作为父母 怎么样才能帮助孩子 学习好的动机呢 我们来到下一个部分 标题是爱和现实 也就是说 我们培养孩子 有良好动机的目的是 他们将来会处于爱 处于尊重现实 而做正确的事情 作者说到了 他和他的妻子 在瑞士的一个家庭 做客的时候看到的情景 那个家庭有三个女儿 年龄最小的是八岁 最大的是十六岁 他们一起吃完晚饭之后 三个女儿都不需要父母提醒 就起来收拾桌子 收拾碗盘 收拾厨房 他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三姐妹像一条高效率的流水线一样 作者特别告诉我们 别误会 别以为这样会干活的孩子 一定像机器人一样 不是的 他们一边做事情 一边也聊天 他们也喜欢表达自己的看法 换句话说 他们这个年龄段该有的乐趣 他们也都有 后来作者问其中的一个女孩 我估计是最大的那个 她说 你们那么主动地做家务 毫无怨言 这是怎么做到的 这个女孩的回答言简易改 而且说到了点子上 给作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说 我喜欢帮家里做事情 另外 我做了 我的妹妹也会做 她谈到的就是正确的动机 动机之一是爱 她爱她的家 喜欢帮家里做事情 动机之二是顺应现实 如果她起来做事情了 她的妹妹们会一起做 她自己就不用做她分外的事情了 这正是我们做父母的 应该在孩子心里面画出来的 关于动机的美好画面 出于爱别人 在这个例子当中 是爱她的家人 也出于尊重现实 在这个例子当中 就是她的妹妹 如果不一起来做 她就要去做她们的份 孩子选择做对的事情 避免做错的事情 请注意 这样的动机 就不是像我们前面说的 为了让别人高兴 让别人状态稳定 也不是因为害怕惩罚 以爱和顺应现实为动机的孩子 成年后会选择 我该为什么事情负责任 她也会心甘情愿地 去做相关的事情 这让我想起 很多年前我接触到的 一个马来西亚的家庭 他们有六个孩子 其中有一个是残障儿 说实话 我们在国内的时候 很少接触到有这么多孩子的家庭 也很少见残障儿 跟其他的孩子在一起 所以刚见面的时候 我心里暗暗地同情他们 觉得有这样一个孩子 大概父母的心头总是有疙瘩的吧 期间我看到的情形是这样的 父母跟我们聊天 他们的几个孩子 也是在根本不需要父母提醒的情况下 就忙着照顾这个弟弟 给他夹菜 给他擦嘴 把他照顾得妥妥的 这真的是开了我的眼 在我想象当中 家里有残障儿 这家人的生活 应该是乌云密布的吧 自从接触到他们以后 我发现 有残障孩子的家庭 也可以生活在阳光之中 有了这个看法 我突然觉得 我最初的那种同情是那么多余 甚至是对他们的不尊重 我说我感到shameful 有点可耻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我这种感受 饭后我也跟这对夫妇 聊起了吃饭的时候 我看到的场景 让我很感动 他们很平静地说 我们觉得我们是蒙了莫大祝福的 正因为这个孩子的存在 另外几个孩子 每天都得学爱的功课 言归正传 我们的目标是培养孩子 以正确的动机去做事情 这不是说他们一定要喜欢上那件事情 喜欢不喜欢不是我们能控制的 我们的目标是 为了正确的理由来负责任的做事情 这个正确的理由就是爱和顺应现实 在动机发展的几个阶段 这个标题底下呢 作者先给了我们一个表格 列出了四个阶段 以及各个阶段 父母要避免的错误 但他并没有接着就一个一个的讲解 而是插入了一段话 再次强调了 我们给孩子立界限时 要遵行的一条重要原则 界限时律 我们已经到了第五律 在这个时间点 重申一下这条重要原则挺好的 这条原则就是爱 作者说 爱是第一重要的 有了爱 立界限才有感情基础 我们给孩子立界限 是为了让孩子成长成熟起来 是为了孩子好 对吗 那我们就不要让孩子感到家里变天了 开始搞运动了 甚至开始搞暴动了 所以我们首先要注意的 就是要跟孩子有情感方面的交流 要在情感上给他们支持和关爱 如果立界限变成了一堆清规戒律 那你不会成功 因为如果没有爱做基础 孩子不会有这个意愿来内化你的界限 结果要么就是抗争 要么就是阳奉阴违 这都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对吧 事实上 立界限不应该成为爱孩子的对立面 而应该是表达爱他的一种途径 我们要跟孩子保持沟通 每一次立界限都是一次机会 告诉他你有多么关心他 多么在乎他 无论是在他高兴的时候 还是伤心的时候 哪怕是他对你生气失望的时候 你都要这么告诉他 你都得告诉他 我在你身边 这种沟通是他健康成长所需要的营养 但是如果你让孩子感受到的是疏离 你就很难有爱作为立界限的基础了 疏离感是爱的大敌 也是立界限的大敌 跟人建立亲密关系 对很多人来说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对有一些人来说却不是 他们要有意识地努力地跟人亲近 意识一松懈 就会跟人保持距离 这不是他们的错 但的确会让孩子感受不到爱 我不知道中国现在有没有这方面的心理辅导 我们这边是有的 可以通过学习改善他和人亲近的那种能力 这种学习和改善为什么很重要呢 因为我们很难给别人自己没有的东西 如果我们缺乏与人亲近的能力 就很难让孩子来亲近我们 条件式的爱是立界限的另一个大敌 如果我们的爱是有条件的 比如说你听话妈妈就爱你 你乖妈妈就爱你 那么孩子不会有安全感 也很难对你产生信任 更不要说接受你为他立的界限了 无条件地爱一个人 包括爱自己的孩子 都是很不容易的 也是很难完全做到的 因为我们都是人嘛 无条件的爱是 哪怕孩子犯了法 伤透了你的心 你还要接纳他 给他支持 你给他的支持 甚至要比你给其他优秀的孩子的支持还要多 为青少年立界限那本书里边 有一章讲到了立界限的四个原则 他说到第一个当然就是爱了 立界限是要出于爱 这就是前面我们讲的 第二是承明界限 就是清清楚楚地把你所立的界限告诉孩子 你甚至可以让他复述 以便确认他听到的跟你说的完全吻合 第三个原则是给孩子选择的权利 也就是说他是否要越过界限 那是他的选择 紧接着第四个当然就是后果 选择越界就必定会承受后果 这里让我联想到前面我说到的几个字 为你好 最近几年经常看到一些文章谈到中国父母最爱说的为你好这三个字成了压垮子女的重担 中国父母爱孩子吗 我所看到的大部分的父母都是很爱孩子 掏心掏肺的爱 请其所有的爱 中国父母说为你好的时候成名界限了吗 没有 好是一个形容词 是见仁见智的东西 你认为的好不见得在我看来也好 也不见得对我真的就好 中国父母在说为你好的时候 给儿女选择的权利了吗 也没有 好 这个标准在父母那里 儿女只要听他们的就好了 当儿女有自己的选择 有自己的想法 也就是说 他们在父母面前不是绝对听话的时候 他从父母那里得到的一切的好处 就必定成为他们的包袱和重担 最终父母的一片爱心成了关系上的后果 让孩子避之不及 所以我们在为孩子历界限的时候 要以爱为基础 这是最最重要的 尽管我们在这里谈的是历界限 但是我们还是要说爱第一 历界限第二 好了 重申了爱第一历界限第二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动机发展的四个阶段 没有人能跳过某一个阶段 直接进入下一个 所以如果你觉得你自己的孩子还在初级阶段 不要紧 这只说明他需要学习一些功课 才能进入下一个阶段 我们现在来看作者给我们列出的这份表格 左栏是孩子动机发展的四个阶段 右栏是我们作为父母应该避免的一些错误 孩子动机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 害怕承受后果 我们应该避免的是在怒气中惩罚他 第二个阶段是 不成熟的意识观念 这个听起来不太明白 但是不是翻译的问题 英语就说 immature conscience 我们不能一看到不明白 就觉得是翻译的问题 否则像我这样的人就可怜了 这个不成熟的意识观念 是需要讲解的 所以我们就保留它 那么我们应该避免的是什么呢 我们应该避免的是 对孩子过分严厉 或者不够严厉 孩子动机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 价值观和伦理道德 这就超越了简单的是非对错了 我们应该避免的是 增加孩子的罪恶感 或者羞辱他 孩子动机发展的第四个阶段是 成熟的爱和内疚 Mature love, mature guilt 这个也是需要解释的 我们也保留 虽然听起来很别扭 我们应该避免的是 不爱或者过分的批评 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阶段 害怕承受后果 做父母很多时候 不得不让孩子扫兴 孩子玩得正开心的时候 我们要叫他们去睡觉了 有朋友叫他出去玩吧 我们说你作业还没有做完 他动画片看得正起劲吧 我们说一天只能看一集 我们似乎总是在最不受欢迎的时候出现 我们提出这样的要求 孩子很可能会拖延时间 或者不听话 甚至可能以恨恨的眼神来回应我们 但是只要我们一方面共情 一方面前后一致的坚持界限 那么孩子就会慢慢地接受现实 现实就是他不能为所欲为 他不是宇宙的中心 行为不当是会有后果的 承受后果是不开心的 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新的世界 现实的世界 然而孩子会尽可能逃避这个现实 这里作者跟我们描述了 他在看棒球比赛的时候 观察到的一幕 有一个六岁的孩子 在观赛的过程当中 一直不停地讲话 甚至可以说不停地大声喧哗 他的爸爸妈妈时不时地提醒他 说轻一点安静 但是没过多久 他又兴奋起来了 显然爸妈的提醒 对他来说是老一套了 他的爸妈特别好 不会伤他自尊的 这个时候 有一个球迷 从后面几排座位走了下来 立声对这个孩子说 小鬼 安静一会儿行不行 他被一个陌生人这么一呵斥 就瘦脸多了 而这个球迷所做的 并没有使这对父母 想找条地缝钻下去 而是帮了他们一个忙 给了他们管孩子的力量 可见要为孩子立界线 引起他注意 永远是第一步 万事开头难 但迈出了这第一步之后 孩子就会开始担心有后果了 这种担心是好的 原先他以为自己任何时候 都能做任何他想要做的事情 但是现在他开始有顾虑了 他的小脑袋里会亮起警示灯 提醒他想一想 我要不要这么做 这么做会有什么后果 这不是很值得庆祝吗 这是为孩子立界线 这条路上第一个小小的里程碑 不是吗 很多做父母的 尝到了甜头 很高兴 说这套界线理论真的管用 知道他为什么管用吗 因为他用现实攻破了孩子 以自我为中心 觉得自己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的 这样一个幻想世界 他开始知道 如果他不小心行事 就会有麻烦 有了这个基础 我们所要做的 就是找出孩子在乎的后果 这个过程是需要不断尝试 不断努力的 可能也会犯一些错误 另外还需要一点毅力去坚持 孩子不守界限一万次 我们要做的就是守住那一万零一次 这是作者辅导的一位父亲的心得 很多坚持界线的父母 都还记得孩子脸上那种 将信将疑的表情 他们看到父母动真格的了 感觉这下自己要输了 但是还是不敢相信 因为从来他都是无往不胜的 今天怎么好像要输了呢 接下来作者又谈到了 两个例子 我们就快速地过一下 因为关于承受后果这点 我们在因果律里边 已经详细阐述过了 第一个例子是上小学二年级的Amy 她生气的时候会向别人扔玩具 她妈妈给她立了一条界限 她扔哪个玩具 就会失去哪个玩具 然后我们就可以想象 Amy的玩具就一个接一个地被收走了 Amy的妈妈收走几个玩具 却没有看到Amy有什么变化 这个时候她有点动摇了 不知道这样立界线是不是真的有效 然后有一天 事情出现了转机 Amy又想拿玩具扔她妈妈 手都举起来了 她听到妈妈说 Amy 还记得上一次吗 听妈妈这么一说 小女孩的手在空中停住了 她好像在对自己说 Amy 上次扔玩具 玩具被收走了 然后她慢慢地把手放下来 把玩具放回了地上 孩子有最终反应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在学界线的时候 在这个例子当中 Amy学习的就是 一个因会带出一个果 人种的是什么 收的也是什么 我们需要温习一下 立界线爱是基础 孩子在这第一阶段 担心的应该是承受后果 而不是失去父母的爱 在学习界线的过程当中 孩子应该一次一次地感受到 父母给他这样的信息 孩子是你的选择给你带来了痛苦 我懂你的感受 我爱你 我在你身边 在动机发展的第一阶段 我们要避免的就是在怒气中惩罚孩子 否则孩子就会把注意力放在生气的父母身上 而不是放在自己的问题上 我们要告诉孩子的 不应该是 你要是再怎么样怎么样 我就生气了 而是你要再怎么样怎么样 就会面临这样的后果 比如这里的第二个例子 Reggie跟着妈妈去超市 不停地把货架上的薯片拿下来 这个时候 妈妈要告诉她的 不是 你再拿 妈妈要生气了 而是 你再拿 我们马上到店外面去timeout 我们这样浪费的时间 你要用跟我一起清理厨房补回来 在前一种回应当中 妈妈把后果 设成了自己生气 但孩子对界限并不清楚 在后一种回应当中 妈妈清楚地表明了后果 timeout 要清理厨房 所以会失去玩的机会 妈妈的后一种回应 会给孩子带来这样的影响 第一 她开始看自己的问题 而不是去责怪别人了 第二 她开始产生一点 掌控自己的能力了 她知道做什么事 会给她带来多大的痛苦 第三 她知道在界限学习的过程当中 她不会失去父母的爱 第四 她知道有人比她大 比她厉害 比如父母 老师 老板 警察 军队 当然还有上帝 如果她不约束自己 这些人会来约束她 这样她就慢慢地开始 把你给她的界限 内化成她的品格了 至少走出了第一步 所以哪一天你下班回家 看到孩子在洗碗 你可以问问她 哟 在洗碗呢 你真的给了妈妈一个惊喜 怎么那么主动做事情啊 她可能会说 我只是不想因为不洗碗 到时候你不让我出去玩 听到这样的回答 你不要觉得 孩子做事情的出发点 还是自己想玩 就感到失望 不是所有的剧情都必须是 孩子转身对妈妈说 妈妈妈妈快坐下 请喝一杯茶 对吧 失望是没必要的 可以想想怎么帮她 进入下一个阶段 这倒是真的 下面一个阶段 就是不成熟的意识观念 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 三岁的男孩 Ju 这个孩子不好管 像身体里面装了马达一样 一刻也不停歇 他的父母做了他们该做的 而且方法上没有什么问题 他们找他谈 告诉他界限 他安静的时候 父母就给他奖励 发动机在不适当的时候开起来 就会承受后果 他们在Ju的身上 看到了一些成果 但是Ju不总能管得住自己 有一天 Ju从外面回来 发动机没有及时关上 他爸爸就用界限去提醒他 这个时候 爸爸听到Ju 在自言自语 说Ju 坏孩子 停下来 各位有过这种感受吗 孩子不能正确地看待自己 他可能前一分钟 都还在玩得很疯 后一分钟 因为你指出他的一些不好的行为 他就很难过 说自己坏 没人喜欢 又没有朋友 然后各种贬逼自己 我一个朋友的孩子 甚至说出了 我好苦啊 这样的话 那个时候他才七八岁 这是很让人心碎的时刻 在这种时刻 父母会质疑自己的教养方式 觉得自己是不是太严厉了 我们会很纠结 觉得进退两难 好像管也不是 不管也不是 轻不得重不得 根据作者在这部分里面所说的 其实这是孩子意识观念不成熟的一种表现 在这个阶段 孩子往往已经知道不遵守界限会有后果 换句话说 内化已经开始在他里面悄悄地发生了 人的一生都是一个不断内化外部信息的一个过程 这个内化过程说不清道不明 只有上帝才知道 小小孩的内化当然是很不成熟的 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他们不会百分之百地还原 父母的整套教养方式 什么界限了 后果了 奖励了等等 他们只会部分地还原 父母的语气 或者表情 或者其他的一些人 对他有影响力的一些人 他们的语气和表情 除了部分还原这些人的语气表情之外 他们还会把自己消化信息的时候 产生的一些画面加进来 这么说可能很抽象 打个比方来说 一个孩子突然哭得很伤心 因为眼前发生的一件事情 唤起了他的deja vu 他的脑海里闪现出了 他小时候自己怎么怎么受委屈的画面 而这并不是真实发生过的 Ju就处于这样的阶段 他在叫自己停下来的时候 他的动机不是怕在家里乱跑 会撞到别人 不是 他叫自己停下来是因为 他脑海里闪现了 父母表情严厉 叫他停下来的画面 这部分可能是真实的 但同时他还闪现了 父母说他是坏孩子的画面 这部分并不真实 是以前发生类似的事情的时候 他消化信息所产生的画面 这么说起来 我们做父母的 有的时候真的比豆鹅还冤 我们明明就是被孩子妖魔化了呀 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 但这更激励我们要前后一致的 以爱为他们立阶线 以爱带领他们 他们的小脑瓜里 进行着怎么样的加工 我们掌控不了 我们能掌控的是 尽量不要因为自己生气 给他们提供更多的素材 让他们进一步的 把我们妖魔化了 对吗 如果父母太严厉 甚至经常在孩子面前暴怒 那么孩子的心中 一定会产生更多类似的 不成熟意识 这些不成熟的意识 可能会让孩子很沮丧 有罪恶感 也可能把一个孩子 变成一个发怒成瘾的人 还记得这个词吗 在上述的情况下 孩子的意识是被扭曲的 他会经历不到爱 也不想要这份爱 不想负责任 也不想与人亲近 但我们的本意 或者说我们的目标是 通过界限在孩子心里 建立起一些重要的架构 使他走过这个阶段之后 他的爱心就被激发出来 而这爱心成为他善待周遭的动机 或者动力 到那个时候 他的动机就不再是害怕后果了 也不再停留于 妈妈说要这么做了 在动机发展的这个阶段 父母要避免两个极端 一个是太过严厉 另一个是挪走界限 这两者都是具有破坏性的 第一个极端 我们前面已经讲到了 第二个极端 会让孩子感到困惑 或者用怒气来回应 外界给他的限制 他还有可能觉得 父母的限制会拿走 那我可以试试绕过法律 或者做一些无视法律的事情 作者强调一点 我们给孩子呈现的 应该是现实 而不是经过我们处理 被我们扭曲了的现实 多跟懂孩子心理的朋友聊聊吧 将有助于你帮助你的孩子 进入动机的第三个阶段 动机发展的第三个阶段 是开始形成自己的价值观 和道德观 开始超越简单的是非对错 随着Ju渐渐长大 他不再是具象的 不完全真实的 还原父母的语气和表情 而是把他所经历的界限 抽象成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就是这样做不好 有了这样的概念 说明他开始有内在的架构了 开始成熟起来了 你给他的界限 正在内化成他自己的界限 这是价值观和道德观的萌芽 是塑造孩子的信仰体系 形成健康的三观 以及培养良好的人际关系 正确的伦理观念 积极的工作态度的基础 这时候孩子会问一些对不对 好不好的问题 比如这话为什么不能说 这个电视剧为什么不好呀 等等 这是把我们的价值观 内化给他的很好的时机 我们可以多帮他分析 帮助他自己得出结论 请注意哦 我们是帮助他自己下结论 并不是要苛求他在这些方面 跟我们完全一样 如果你的孩子还在害怕后果的阶段 那你可能觉得上面所说的遥不可及 但是只要我们不放弃界限 这一天迟早会来的 同时到了这第三阶段 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大功告成了 孩子还是孩子 他还在用他自己的方法 从几个方面成长 比如有一个阶段 他会想知道伦理观的绝对性和相对性 另一个阶段 他可能因为太晚回家 又满口酒味 就只能偷偷地溜进家门 我们作为父母 要努力地成为多面手 既要能跟他探讨人生 也要能帮助他回到正轨 我们要避免给孩子增加罪恶感 也不能用羞辱性的语言去教训他们 由于他的意识 或者说良知已经开始发挥作用 所以他们每天都要面对自己的是非对错 很多时候还需要面对自己良心的谴责 所以他们对你让我感到丢脸 这样的话会很敏感 这个阶段的孩子很想避免羞耻感 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做了什么超越界限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做的 不是成为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而是要领他看到一个现实 那就是你这样做 违背了你和我们的信仰 请注意哦 是你这样做违背了 而不是你违背了 这两者的区别在于 前者对事 后者对人 我们要对事不对人 动机发展的第四个阶段是成熟的爱和成熟的内疚 如果我们继续让孩子知道现实 供孩子进行内化 那么他们就会超越是非对错 以爱为动机去做对的事情 当他们越来越多的跟人建立关系 就会在人际关系当中去思考一些抽象的问题 他们会知道 人的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是关系两个字 是非对错 仍然重要 但他们会以关系为出发点 去理解是非对错 我们要尽量让孩子用同理心去定义什么是爱 同理心是爱的最高级定义 你愿意人怎么样带你 你就怎么样带人 同理心是爱的内趋力 会带出爱的行为 这就意味着 当孩子取笑残疾人的时候 当他们笑别人胖的时候 我们需要给他们一些关系上的后果 也需要让他们换位思考 这样能帮助他们 把同理心内化成他们的品格 在这个阶段 我们要避免的是过分的批评 或者威胁他说 不再爱他了 因为那样做 最多也只会让孩子屈从 而不是真正以成熟的爱 为做事情的动机 我们还是不能忘记这条原则 要给孩子选择的权利 只有他们选择了去爱 那才真的是爱 总结一下 上面谈到的几种动机 都不能忽视 孩子需要学习从害怕后果 成长到关心是非对错 最后成熟起来 以爱为动机去行事 我们作为父母呢 要多给他们创造机会 让他们去体验 体验的目的是学功课 使得我们给的界限 能内化成他们自己的界限 在这个过程中 孩子和我们都会承受一些痛苦 但是 No pains, no gains 没有痛苦就不会成长 这是我们下一章要学习的内容 孩子做得不好的时候 让我们记住 那不是结局 而是一次学习机会 孩子让我们心烦的时候 让我们记住 云上有太阳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